人民日报上了一个浪浪的热搜词条 就是抗病毒药物怎么用 其实他上的词条是哪类人不能服用抗病毒药物 说的洛里巴说的最后的意思就是要听医生的医嘱 要医生判断 而且他告诉说是在初期抗病毒药物是可以采用的 然后还有这样那样很多的问题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热搜词条 因为现在的状态很莫名其妙 在前天有一个叫张医生 就是上海的正义最大的张医生 有一个长达将近30分钟的 他对闽行区社区医生的培训 他就讲了现在治疗新冠的方法是错误的 首先要用抗病毒药物 然后再用这个 如果再不行再用激素 这个都是好像有点违反以前他们认知的一些东西 这个效果非常好 他接触的病人没有住院 那这个不是挺重要吗 这个救命啊 但没有一家顶侯给上 那这些个个人们都在传 传了就给下 传了就给下 不允许传 那么第二天呢 官媒有上文字版的 也没有上这个语音版 这个语音还是没给上 但上了一天就给下架了 不允许谈 奇怪吧 就是朋友们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你要分析这个现象 你要理解你身处在什么世界当中 身处在什么环境当中 要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他们还人日又上了一条 就是哪些个人不能可以使用抗病毒药物 但是他依然没有提及什么是抗病毒药物 医生们肯定都知道了 但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不希望你知道 你可以通过这些个怪异的问题 来发现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 如果说这个张医生说的是错的 因为我赶快批驳他呀 他毕竟面对着几百个社区医生讲的话呀 如果他说的是对的 为什么不能传播他说的话呀 朋友们你们能理解吗 你们不能理解 就证明你们不了解 你所处的地方 你虽然身处中国 但是你不了解中国 我想这个问题 中国人可能99%的人回答不了 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在说80%以上的人可能回答不了 我们再减一点 可能6-70% 应该有6-70%以上的人回答不了我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你到底碰到了什么样的一种问题 可能他都理解不了 现在碰到一个什么问题 那就是张医生说的如果是对的 为什么不传播 张医生如果说的是错的 为什么不批驳 这个抗病毒药我说的这么凶这么热闹 到底是啥药 到现在也说不清楚 那么我们这个这么严重的疫情 我们还要救命 我们现在碰到什么莫名其妙的一种 一种异化的状态 朋友们能可以理解吗 我相信6-70%以上的人理解不了 谢谢大家